高考,人生中一场重要的考试 有的人靠自己的努力升学 而有的人靠自己的奋斗孕育 你是张一,高考那年 你靠自己的实力上了大专 你的同学靠作弊上了大学 你为的你立刻发现 作弊,赚钱的风口不就来了吗? 你说干就干 第一步,通过万能的网络买到作弊器材 第二步,在一个高考QQ群中买到高考答案 第三步,在马路边边张贴小广告,招揽客户 接着就是等待时间的验证了 大哥,我这次考了488 你这答案也太靠谱了 你也没想到 这些答案准确率竟然达到了90% 帮考生提高了100多分 也帮你迅速完成原始积累 颇有事业心的你 为了扩大销路,决定开启第四步 实现跨界联动 你找到了自己在补习班当老师的好兄弟 张二 二弟,有个大伙儿,有钱一起赚 同学们,开课了 你是张二 现在的主业是贼币器材销售 副业是补习班老师 你的班级就是团队窝点 你的学生就是客户来源 凭借你出事的人脉资源 你成功夺得团队绩效第一 卖出了20多套器材 总价值10万 为了赚取更多原则 你们决定在线上发力 我们去找个贴吧打广告 只要花重金,包上本科,真儿保一 很快就有人来咨询 我家孩子马上高考了 急急急 客员到手 你们按照老刘成 在张二的补习班见面 护保证吗 保证,绝对保证 我们保证考不上大学不收费 行啊,真行啊 靠起来吧 你们不知道的是 广告不仅打到了家长的手下 也打到了公安局里 而在你们帮助下考试的学生 上了大学的被清退 没上的被禁考三年 但高考作弊这条黑铲 可不止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喂,有可靠的货源吗 你是张三,一个大学生 今年高考本与你无缘 全靠你恋爱脑 我感觉自己考不上 别担心宝贝,我有办法 为了帮女朋友考上大学 你买了一套作弊器材 这个跟橡皮一样的 是一个短信接收器 给女朋友带进考场 这是无线电发射器 只要一张电话卡 开机连接接收器 就可以在场外随时传输答案 但这套东西的使用范围有限 只有2到3公里 所以你在考场附近租了个房子 加好设备 准备一点一点发送出去 不过,你这设备 藏得实在是太隐蔽了 隐蔽到差点怼巡逻民警脸上 你的答案还没发出去 人就被直接打包进了监狱 入狱这一年 你对这次的玩法进行了深刻复盘 确定了作弊器材这个赛道没问题 只不过自己的发力方向需要调整 应该从用户转变为中间商 于是出狱后 你找到靠谱供应商 张四 你是张四 已经高考结束很多年了 还当上了主流媒体的记者 在每天广泛的信息流里 你敏锐地抓取了其中一条 上岸了 靠自己不如靠作弊 商机这不就来了吗 创业,必须创业 最开始 你卖的就是普通的器材 随着市场越来越饱和 你发现 想要提高核心竞争力 还是得迭代产品 于是 你把资金投入器材开发 做出了更多更隐蔽的产品 股东们 这次给大家带来了全新产品 你利耳机 这款耳机 可以躲过考场屏蔽 利用古传导把答案灌进考生的脑子里 股东们 这次我们开发出了口腔耳机 考生只要用牙咬住 就能通过口腔骨骼传递声音 凭借不断内剪创新 你渐渐做大做强 在华江北拥有了五条生产线 年流水额达到了3000万 有了高端技术 还要靠谱的泄题和做题团队 你招募了一批高中教师 负责用隐秘的摄像头拍摄考卷 还招募了名牌大学的博士 负责当枪手在场外发送答案 你还搭建了销售团队 其中就包括刚出狱的张三 哎 哥 我来找银进货 100台 点线面全面铺开 你的产品占领了国内六成的市场 垄断东南亚 把自己干到了行业标杆的地位 现在又到了高考季 你的下线活跃在网络上 持续增加你们的曝光量 只要999援你高考孟 加B看题包您满意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又在贴吧发现线索了 看起来是个大鱼 都好不熟 真去欲望打劲 警察们从华中布局到华南 逮到了张三 然后顺头摸瓜 摸到了货源 捣毁了仓库 最终张四落网 十万余套器材被收缴 几十亿脏款被没收 你看 组织高考作弊 就是偷盗国家机密 破坏社会公平 等待你们的只有牢犯 和在狱里 领高考试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